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 郑大兴、郑太乙、郑天力等三节目参加会本创作比赛的获奖 93岁外曾祖母王图金凤今日现身颁奖会 常与三位曾孙分享喜悦 为活动现场更添喜气 男士家庭教育中心办理学校 家庭教育学生主题创作征选活动 创作主题以家庭教育内涵为主轴 今年小书会本创作有三姐妹都荣获特优 就读《盐水国》中八年级的郑大兴 以阿妈的歌描写阿妈最喜欢的玉兰花之歌 并以台语口吻娓娓道出 来思念已经过至三年的阿妈感动评审 《盐水国》中七年级郑太乙 以老宝贝为名 描写外曾祖母从八十岁高龄 如何陪伴她成长 现在九十三岁了 依旧和三个小曾孙共同学习 从不缺席她小曾孙的活动 让评审动容 新泰国小五年级郑天立 以《爱躲猫猫》为名 到处身为家中老妖的心情 围绕在家中成员的互动 享受与家人相处的和乐气氛 特别在绘本编排上的用心 以移动房子一个家的概念 设计出《爱躲猫猫》绘本 获得评审一致赞赏 这妈妈表示 三姐妹平时就喜欢搜集家中生活点滴 并以绘画方式做成记录 多次参加南式家庭教育中心办理的深耕学校 家庭教育学生主题创作争选活动 乐于分享 为成长过程留下美好的回忆 家庭教育中心表示 学生创作的33件有两作品 平面设计类特优作品三件 小书绘本类特优九本及优等九本 绘画类特优作品十二件 分别于12月5-7日及12月12-14日 在明治市镇中心及永华市镇中心展出 展示期间现场也安排绘本导读 前往参观于现场拍照打卡上传至个人脸书及标注一位好友 并设定公开及赠送2018年拙力活动 为鼓励家长与小孩一同前往参观 加码送拍力的合照 每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